全球素食人口不断攀升中 根据统计公司World of Statistics指出 台湾素食人口比率高居世界第三 仅次于印度和墨西哥 反映出素食已经成为台湾饮食的重要趋势 资料显示 台湾的素食人口约占13%到14% 相当于超过300万人是素食者 事实上台北曾当2017年 就被CNN列入全球十大素食友善城市 台北多元化的素食 不止友善在地的素食者 更吸引了相当多的外国蔬食旅客 台北的蔬食小店多 就连便利商店也有推出蔬食食品的贩售区 对于旅居在台湾的外国人来说 用餐便利性大幅提升 近年台湾人对于蔬食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也越来越多人选择蔬食作为饮食方式 根据人间福报蔬食地图统计 全台蔬食餐厅将近5300家 其中双北市最多都超过600家 第三名的高雄市也超过500间 人间福报在2021年 做过国人素食习惯调查 显示全台有近三成人口有蔬食习惯 台湾蔬食盛行 其中已有宗教信仰者较多 早期不少有宗教信仰素食者 开设蔬食店面 提升了台湾吃素的便利性 而回到这份世界素食人口调查 虽然纯素食人口增加了幅度不大 但减少使用动物性产品的人 却越来越多 他们被归类为弹性素食主义者 据统计 这类人口在全球占比 在2020年已经达到42% 近期调查中 年轻族群在素食主义者占比越来越高 1995年后出生的Z世代 有高达54%的人 表示正在减少食用肉类或动物性产品 多项研究已经证实 素食对健康和环境产生的正面效益 选择素食或纯素者的健康状况 显著改善 素食者因心血管疾病住院的可能性 降低32% 罹患心脏病几率降低25% 对环境影响的评估 有15%的温室气体排放 是来自于畜牧液 而全球80%的农业用地 适用于肉类或乳制品 畜牧液消耗大量的土地和用水 同时深处排放的甲烷 也是导致地球暖化的温室气体 因此许多有环保意识的人们 已经转向蔬食 减少饮食对地球的伤害 人间福报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